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近日有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,台积电2023年第四季度营收计增14.4%,可见客户订单正逐迹回温。 2024年1-2月产能利用率也将全面回升。 其中,台积电先前崩跌最快最严重的8英寸厂。 厂商预估2024年1-2月平均产能利用率已回到70%至80%,12英寸也重返80%大关。 28奈米已回到正常水平,过去一年半跌破50%的7奈米6奈米制程,则拉升至75%。 5奈米4奈米家族更是超乎预期接近100%满载。 代工报价近2万美元的3奈米制程,1月已超过70%,首计估将达于85%。 台积电7奈米以下制程,目前约占营收的60%,且随着5奈米3奈米产能拉升。 比重将进一步增加,是台积电全年营收超20%增长表现的关键所在。 半导体景气方面,2023年半导体产业未如预期于第二季度全面复苏,尽管下半年供应链去库存化告一段落,但由于需求未见回升,使得重厂多仍维持消化库存阶段。 台积电先前也直言,虽然2023第四季度产业库存已尽谷底,但受限总体经济与中国市况疲弱,欲达B型反弹还太早。 不过,台积电日前召开的业绩说明会上总裁贵哲家的观点显示,2024年半导体产业不含记忆体业的产值,仍渴望成长10%以上。 晶圆代工产业将成长20%,在人工智慧和HPC需求的带动下,以美元营收计算,全年营收将成长21%至25%,也就是说,AI和HPC是台积电的产业, 今年的工作重点。 据悉,在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中,约70%至80%用在先进制程技术,10%至20%用在成熟和特殊制程技术,10%用在先进封装测试和光照生产等台积电, 预计客户对3奈米技术的需求将持续多年保持强劲,且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。 计划于2025年开始量产,2奈米制程技术将帮助台积电抓住未来AI相关的机会。 另外,台积电也在产能方面持续发力。 台积电正积极上调系统及集成单晶片SOIC的产能计划,计划到2024年年底,月产能预升至5000克至6000克, 以应对未来人工智慧、AI和高效能运算HPC的强劲需求。 AMD是台积电SOIC的首发客户,其最新AI晶片产品MI300搭配SOIC和CoOS东装。 另外一大客户,苹果同样对SOIC感兴趣。 苹果计划让SOIC搭配热速碳线板复合成型技术,目前正小量失产。 预计2025年至2026年量产,你应用在Mac、iPad等产品,制造成本比当前方案更具有优势。 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,从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持续增长,以及设备材料拉货力度增强来看。 2024年,手机营收减幅应可维持在5%至7%左右,关键在于汇率波动, 但毛利率则持续受到300米爬坡等因素影响,将争取达到51%。 日前,有分析师预计台积电将报告2023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23%, 但分析师预测台积电今年将在需求反弹的推动下实现更好的增长。 同时,利润的下降也凸显了台积电2022年的表现。 当时,该公司在大流行后积压需求的推动下表现强劲,其客户包括苹果和辉达。 苹果作为台积电的重要客户,一直享有新工艺的首发特权,且长时间保持独家使用。 例如,最新的iPhone 15 Pro,但其内部的A17晶片却依然采用了台积电的3nm工艺,这一工艺尚未对其他客户开放。 据MacRumors的最新报道,苹果将继续在台积电的2nm工艺上保持其独家地位。 预计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,台积电将开始量产2nm晶片,而苹果的iPhone 17 Pro将成为首批搭载这一工艺的设备,独占台积电全联的产能。 另外,深耕供应链渠道的DG Times媒体,近日也更新Tomorrow's Headlines栏目博文,根据采访多位行业内人士的讯息,表示苹果将成为采用台积电2nm工艺的首家客户。 在苹果几乎独占地瓜分台积电3nm工艺产能来看,这条新闻并没有太令人惊讶,只是从供应链渠道再次证实而已。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台积电2nm晶片产能会优先供应给苹果公司。 台积电预计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生产2nm晶片,节点尺寸的缩小相当于电晶体尺寸的缩小,因此出力器上可以容纳更多的电晶体,从而提高速度和功耗效率。 苹果公司今年iPhone和Mac采用了3nm晶片。 iPhone 15 Pro机型中的A17 Pro晶片,Mac中的M3系列晶片都是基于3nm节点制造的,是之前5nm节点的升级版。 从5nm技术预升到3nm技术,iPhone的GPU速度显著提高了20%,CPU速度提高了10%,神经引擎速度提高了2倍,Nike也有类似的改进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的2nm工艺将采用全新的电晶体架构GAA,全称Gate All Around,这意味着,在向2nm技术过渡时,台积电将采用带有nm片的Galvet全炸场效应电晶体,而不是FinFET,因此制造工艺将更加复杂。 Galvet能够以更小的电晶体尺寸和更低的工作电压,实现更快的速度。 相较于目前的N3E工艺,N2在相同功耗下,速度增快10%至15%,或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降低25%至30%。 这一技术进步将为苹果的设备带来更强大的效能和更低的功耗。 除了标准的2nm工艺,台积电还开发了具有背面供电方案的2nm工艺,这一方案旨在帮助客户实现效能、成本和成熟度之间的平衡。 预计这一方案将于2026年实现量产。台积电正在兴建两座新工厂,以满足2nm晶片生产的需要,并正在审批第三座工厂。 这意味着,台积电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产线升级,而苹果也需要进行晶片设计上的改变,以适应新技术。 台积电一般在需要提高产能以处理大量晶片订单时,才会建造新的工厂。 台积电正在为2nm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建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